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去谴谈一下TikTok在海外被制裁的这个事件 然后再来展开去讲讲关于不同区域所产生的软件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面的一个博弈 然后再去推算一下以后的PiNetwork在中国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从TikTok上面我们用两种视角去看 首先第一从国内的角度去看 那么国内的普遍的媒体认为或者普遍的主流声音是认为 TikTok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软件 然后海外区的一些管理者认为 强加给TikTok安上一个侵害用户的隐私 让他去受到制裁 那么从这里面的相关报道中我们继续调查了之后发现 这个事件是因为一起爆炸事件所引起的 那么所有的海外的社交媒体都没有报这个事情 就因为TikTok去报道了这件事情 所以说它导致了海外的管理者对于他痛恨入骨 所以说将他禁掉了 也就是说TikTok它不受管理者的一个监管 或者说不听管理者的话 那么它是比较公正的公益的正义的一个软件 那么就因为它正义 所以受到了这些管理者的一个打压 那好 这是关于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一个主流声音 那好 我们再来看外面的 那么外面呢 就认为TikTok它是确实有用户的隐私的侵犯 或者说对于用户的数据的收集 那好 从用户隐私和用户的收集的这块来讲的话 我认为全世界现在所有的软件它都有这个行为 那只是说它的这个行为 就是收集了起来之后 有没有去跟暴露 他们上层有没有去看 是吧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比较大的公司做的比较好的 可能就是苹果 那么苹果它不受强权的一个压榨 或者说我强权下面 我还是继续保持我用户的一个隐私 那么这一点我们是有目共睹了 那至于说是在背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那这是我们看不到了 就是说仅仅我们从表面上的宏观上 我们能看到呢 就是说目前来讲 还是苹果比较能够去坚守原则 那行 那我们再说回一下 关于内地区的一些软件 那么内地区的软件 我们知道你要去 比如说京东淘宝 还有我们说的抖音 还是快速 还是等等等等的 一系列的这个软件用户程序 那么还肯定是收集我们的数据 收集我们的相机 收集我们的摄像头 收集我们的这个麦克风 为啥 因为这呢是方便我们去使用 那所以当我们在进行大数据的一个匹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搜索过东西 它肯定就是首先出现在你的界面上 或者说你有时候 你无意间和朋友之间聊天 谈论过一个什么东西 那后面你再去购物的时候 它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首页上 那么这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 这个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了 我们一个朋友呢 他是平时比较爱做饭的 但是呢 他从来都是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是吧 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在一起调论的时候 就是我们下次聚会吃什么呢 我们要不要吃包子或者吃馒头 那行 这段时间他就提到说 哎 我想觉得做包子馒头 我们这么多人吃 那肯定是一个人去和面 或者怎么样 它是不够的 那我就必须得网上去买一个东西 是吧 买一个什么和面机 然后把那面粉放在机器里面去进行打 然后最终呢 它产品出来的时候 少去了人工去和面的这个过程 那行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也没有动过手机 也没什么 我们只是在聊天 但是他第二天的时候 他发现就说 他在去进行逛这些网上的线上购物品的时候 比如说淘宝京东的时候 那他的手印上居然就给他推出了这个后面机 那么以前的时候 他这个上面是没有的 比如说他喜欢电子产品 电脑啊 显卡啊 显示器啊 以前就全都推到这些 但是通过那天晚上 我们聊聊天 之后第二天 他一打开这个购物网站的时候 就发现了 居然给他推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麦克风呢 它是被有后面的一个后台去监听的 或者说监管的 那么他自身呢 是为了去方便用户的使用 哎 方便你用户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 我能够给你推一些你要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这个大数据会匹配你喜欢的东西 方便你去购买东西 同时呢 他也将他的这个转换力提到更高 这是双向的一个互动 那这是一个正向的 那如果说他是用来获取之后 做些非法的呢 或者做些不正向的呢 那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潜在的危险 是吧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收集之后 假如说给到了淘宝 给到京东 给到亚马逊 或者说给到了苹果公司 那么他们能不能有效去保护好我们的数据 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么其实他现在从大的环境里面讲 就全世界的从世界范围来 不同国家的管理者呢 他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程序还是比较容忍度 还是比较高的 你就算侵犯一点 你侵犯一点 没什么好 好不得了的 只要说是大家不去追究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件事情就了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在收集用户的数据的时候 我万一那一天我管理者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去找你 然后你调用这个数据出来 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的 你用了之后 这个对数据对我们来讲 对管理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大家对于本国的这个还是比较容忍的 但是一旦国外的或者其他的 不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 我们不是一个联盟的 突然间杀出这样的一个收集大数据的东西出来 你说大家心不心慌 那肯定是心慌 那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就不管我们是内地的人在说也好 还是海外的人在说也好 那么从此来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软件收集我们个人的信息 它肯定是有的 只是说你收集了软件之后 你又没有听这个当事人的 或者听这个管理者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好 自然就关于Tiktok这个事件 我们对它的一个简单看法 或者说简单的一个叙述吧 那我们再回看回我们的Panetwork 而Panetwork它是属于一个美国的本土公司 那不管说它创始人有一部分血统是来于中国的 有部分是来于其他的 但是它本来它产生在美国 那么它受到监管或者受到一些政策管辖 它现在还并非是一个区块链了 它而且要做一个白面栏项目 它受到最先的法律条款是哪里 是美国 那好 受到美国之后 那以后它要去进入全世界 那么它最先进入的应该是哪些地方 就是同意识形态的 我们是差不多同一种类型的 大家相信的东西差不多的 大家的理念是差不多 那么它进入这些还是比较可以的 比较快速的 因为为啥 毕竟美国还是老大 只要说是美国同意点头了之后 你认为Panetwork是一个合法的项目 是个白面栏的项目 OK 那你们在海外去了这些呢 或者是联盟国也好 你们去上架或者去使用 那是完全没问题 那么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阻挡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的主要的冲突 就是说我们的情况 就是说管理者之间的一个冲突 还是来源于东西方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以后Panetwork 要去进入到东方区的话 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就像现在我们可看到的Titalk的一个下场 就是说我们Titalk 如果他的母公是属于东方区的 然后他来到西方区 那么西方区可能看见他壮大之后 要对他进行一些打压 或者对他一些制裁等等的 那以后的Panetwork 你进入到东方区的时候 会不会进行一些打压或者制裁呢 这里这个是肯定的 只是说他的程度大于不大 有的甚至是一刀切 就自己把它切断了 那从这里来讲 现在目前来看 他登录东方区的这个可能性是几乎为零的 这一点可能有人很失望 就是说你在贩卖焦虑 其实并非是贩卖焦虑 我们可以从现在目前的情况去分析它 就这目前的环境它是一刀切 不管你是什么区块链的也好 还是加密货币也好 还是联盟的数字货币也好 那这些通通都是带币的 带金融衍生品的东西 全部不能在东方的内地区进行交易 或者进行使用 那么都要把它清退 你们要50 要是要完了 你清退到海外去 那能够去容忍的是 仅仅的是技术层面的 就是说这些区块链的底层技术 你点对点到一个数据的传输 或者数据的保护 我们的这些重要资料存在区块链 这是允许的 但是你不能发币 那Penetwork很明显就不符合这个特点 或者不符合这个条件 它首先就有代币 第二点它的经济模型还是来源于全世界的 然后它的公司还来源于美国的 所以说从种种原因来讲 它肯定是会严防死守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能去点呢 主要就是说 还是我们去通过了科学上网是吧 那么其实我们的科学上网 也是受到管理者的一个监管的 只是说你没有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他不太去愿意去管这么多的事情是吧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做出什么 伤害的管理者 伤害的本土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他也没有太多的去管理我们这些派友 以前我们知道有派先锋暴露出 我怎么被请去喝茶或什么样的 那因为不是因为你点闪电 而是因为你通过了 这点闪电 达到了一个科学上网 那么你在科学上网 在什么看什么网站 在评论什么东西 在推特上说的什么东西 那么它是这个触发了别人找你谈话 而并非是说因为你点点点闪电 那以后 拍Network会不会进入中国去 这一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他能够去进入香港去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如果说进入了香港去的话 那么变相于就是对中国全是半开放半关闭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一个向好的发展 因为在内地它是一个一刀切 但是在香港呢 它预留了一个突破口在那里 至于说我们如果去操作呢 那要看于你操作的这个幅度大不大 或者你操作的过程有没有损造了有些人的利益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今天要去说什么 就是说来源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一个软件呢 进入到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区域了之后 那么它肯定会受到当地本土人的管理者的一个打压的 那这是肯定的 那我们以后的拍Network 虽然说它贵为区块链的 认为它是区块链的 对任何人的没有伤害 但是它本土的这个公司呢 它是来源于本地的 是吧 是本地的这个公司 也是美国的公司 那么然后呢 它可能一些监管或者一些政策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要去直接进入中国去的时候 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也会像海外去打压抖音那样 去打压拍Network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太多了去焦虑它 因为水到桥头自然指 就像以前的时候 拍Network去点的时候直接点 后面呢因为要科学上文才能点 我们一样还是在点 用户还是在不断的增加 那以后的时候它进行公开性的组网之后 那我们比如说内地的不能去使用它 但是我们海外的 还是可以通过科学上文去用它 那甚至于在香港去登录的时候 那我们的突破可能也就更加简单了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那么以上的内容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简单分析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